如果说我今天,假如要错过VBA的话,该怎么做 如果以后,假如你身边刚好不一定有Python的工具 其实我这边有分享的,有一个就是用DoFile 因为在VBA回圈的名称叫DoFile,名称差不多啦 然后呢,里面会需要用到一个DIR函数 这个DIR函数跟OS.Work类似 就是说呢,它可以把你给它的目录里面的附档,某一种附档名 把它帮你里面所有的档案,一个一个帮你抓出来 抓到没有为止 那它抓的方式是,先丢一个字串 再丢下一个字串,就第一个H三重点TSD 下一个就是中立点TSD,再南投点TSD 直到没有,没有的话呢,它就给你两个双引号,就是空字串 也就是说当它是空字串的时候呢 它就怎么样,它就离开回圈了 OK,应该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呢,底下的话就是说呢,我们利用那个所谓的 有一个方法,就是在那个 如果我要把三重放进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插入,里面,跟这样应该是资料 资料里面有个重文字档 有没有,资料里面重文字档 那我如果要把三重的那个档案叫进来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呢,可以找到它的路径嘛 应该是放在下载的那个地方 下载的 在这里,OK 全程邮局地址,三重 然后这边的话,问一些问题 它的符号 分割符号 下一步 它中间是用空格 空格,下一步 然后最后按完成 资料的话呢 就会放在A1上面 那同样的啦,如果A1然后再来就往下 追踪一直往下,一直放一直放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如果在VPA里面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用录制聚集 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其实录下来,大概得到的程式就中间这一段 就Wiz到Wiz 那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差别就是说呢 那个档名跟最后一列的地方 所以这边的话,档名就是 那怎么得到这个档名 其实你可以用DIR 所以这边有一个Sample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把它弄 那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我希望呢,让它往下放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底下这边有一个就是向下追踪 比如说第一次是放在A1 第二次的话 Ctrl向下的下一个 所以哦,就是这一行 向下追踪到的下一列 有没有R的话实际上就放在哪一列的位置 如果写好的话 我demo给各位看 最后会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工作步 最后把它另存新档 save as 存在哪里呢? 存在这个路径底下的all.tst 那副档名呢 它的格式 档案类型就是 xl test 就存文字形态 好,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这个,把这个删掉 如果我今天呢,我不用python vpa能不能做出结果呢? 一模一样呢? 执行一下 这时候的话,你会把save as在这里 打开 一模一样 ok 所以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结果啦 那至于细节部分的话 我大概给各位参考 因为 就是最好了 我是希望说 将来你们如果会用python写的话 那vpa也可以写得出来 那是最好的 也就是将来不管说你用哪个公司 身边刚好有 因为有一些单位 像金融单位不让人家装任何东西的 所以它电脑里面 大概只有esale esale是标准的 一定有 但其他软体 就必须要上签 但上签的结果通常是 可能像我的朋友啊 上签了一个月之后才跟你讲说 不准 上签之后最后还是不准 那真的是绕一圈最后还是不准 那怎么办 那你就只能用vpa了 ok 好,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云端上面第三一三页 如果兴趣同学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字典 那字典跟这个串列最大的差别是字典 它是有点像两个list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有个特点就是说 它里面的资料 因为有key key key的话有个特性 就是 unique unique unique就是什么 唯一的 也就是如果重固资料怎么样 它 它就会让它消失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如果今天 假如把之前的那个范例 学生乘期 改成用 就是 那个所谓的字典来做的话 那比如说这个你会发现 学生乘期这个字典做的吧 有没有 我们是用ABCD四个栏位做的 有没有 就四个这个串列 那一样appended appended 把它放进去 那执行结果呢 这个是之前的 就是 所有的人的这个名字 然后 再来就是它的 国文 总分平均 最高分是谁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用 这个所谓的 把这个同样的范例 改成字典来做的话 有哪些地方变更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已经做出 因为其实我觉得字典 用到的机会有 但是不是那么高 我觉得比串列少很多 所以我就大概讲 一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 这个字典的话 第一步 有没有看到 它 就是 所谓的大瓜虎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建立一个什么 DIC1 等于空的字典 第二步的话 还是四个串列 为什么 串列有点像 穿针引线的角色 OK 然后一样开启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怎么样 特别主要 因为字典 里面怎么样 它只有两个栏位 就key跟value 所以特别主要 前面这个0的话指的是姓名 后面的话指的就是它的成绩 所以意思是说 字典的key就放它的名字 value的话呢 就放什么呢 放它的三个成绩 可是问题来 如果将来要把后面的成绩 因为有三个成绩怎么办 你要把它切割 所以 并没有比较节省 但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 让各位了解字典怎么用 如果说你要把它三个成绩取出来的话 你就怎么样 把它的 dic1.value key就是它的名字 value的话就是它的成绩 大概有三个 那你必须什么 取出来 放在scope 那因为有三个成绩嘛 所以怎么 还要经过Split 再把它切割 切割成BCD 所以好像这边写的 其实不是很OK 但主要是表现 用字典啦 但有个地方不一样 各位 所以我刚好讲 因为 key的话是unique 唯一的 所以我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结果 跟刚刚的结果有没有不一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 那刚刚有几个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人 有没有发现 哪里不一样 对 丁小语 丁小语 所以如果你第二次出现的丁小语 会怎么样 它会自动让它消失 但它不会有错误讯息 也就是第二次放的 它就放不进去了 因为有一个一样的东西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当然 它有个好处 就是不会有丁小语第二个出现 只会有一个unique 唯一的 请问一下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是后压钱还是后就不压钱 当然就是先放的 就是只有一个 是先放的 当然啊 就是大老婆优先 小老婆你之后就不算数了 ok 这个比喻好像不太好 算 就是意思就是 反正只有第一个是正宫 ok 应该这样的意思 好 其他的部分的话我想 这个字典因为用的机会 其实有 但是不是那么大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字典 其实可以配合像 开放资料里面 我们刚刚有讲CSV 之外还有JSON JSON的档案格式 那JSON的档案格式 他其实也是遵循什么 key value 还有另外的话云端的资料库 很多云端的资料库 他也是遵循key value 所以如果你要跟外物资料 或者是云端资料库的资料 串接的话 那通常呢 会先丢到字典里面 所以这个当然你会想 这个格式好像很少用 可是他又要串接 你不会也不行 所以我大概 就是用一些之前讲过的例子 跟大家 让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说 如果我要取得里面的key的话 就是DI 里面有个keys的方法 就取得比较名字 全部 但是记得你要多到串列里面的话 外面还有个list value的话 外面还有个list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的话大概 底下 另外还有一种写法 我们刚刚这个地方是一个字典 对上四个串列 底下的话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三个字典 什么叫三 就是key value 一个key就是名字 Value就是值 值的话就是说 第一个DICT1就放国文成绩 DICT2的话就放什么 放英文成绩 3的话就放数学成绩 那他的key都一样 都是同样名字 同样名字 OK 这样写 结果也差不多了 只是说这边有第二种写法 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之前的Mind CI CTI 试制改成什么 如果我不要只是用串列 我会用字典来做 可以啊 为什么字典嘛 顾名思义嘛 就是什么 中翻音音翻中嘛 所以如果你假设有一些像CTI练习的这种东西 其实好像反而用字典会更适合 OK 怎么做 这边我有相关的一些提给各位参考 类似长这样子 那待会的话 这个部分字典大概就带一下 接下来待会我们就要来看 这个Sequel Line的资料库的相关应用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之前写过的学生成绩练习题 本来是四个串列 也许改成一个字典 或者是三个字典 云端上有参考的答案 也许可以拿来用用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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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